今天我举办了一届钉子户打算 你们可能见过这样的 美国钉子户不乐意了 当年有人给我们一百万美元 我们都没办 后来直接派成非无力前期了 啊日本的钉子户选手看不下去了 当年我们决定在这块土地上建一栋打楼 但是城市规划要修一条路 后来政府修改了法律 才让楼和路一起建 我们才是世界第一钉 来自哥伦比亚钉子户不乐意了 你们有我钉 我每回回家都在先爬六百五十几台阶 我容易吗我 来自英国的哈利哈洛斯 扔下手中的垃圾有话要说 别人不才是个流浪汉 拥有伦敦一块九平米的土地 2005年有人给我四百万英镑 我都没卖 依然选择流浪 等等 你一个流浪汉怎么会有土地呢 根据英国的占助者权利法 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超过十二年了 所以我就拥有那块地了呀 四百万英镑比你你都不要 还记着流浪 你真够浪 你们说了半天不是房子就是流浪汉 看看我们的钉子户 据说当年修路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就没人敢动这块石头了 而且石头之间居然长出了一棵小树苗 结果很多人就把这块石头 当作零石来败寄了 你们动不动就是一百万美元 四百万英镑呢 谁的房子也让我去盯一盯啊